我赶紧点个外卖 你要不要吃东西啊 我不吃 我也吃过了 你自己点就好了 你一会儿可不要吃我的啊 先给你说 点个披萨 披萨 披萨 要不你帮我点一个吧 你说吃过了吗 帮她点 谁 大姐 她去没吃饭过你什么事啊 你真以为她生活不能自理吗 那就是在装可怜 她不是因为我受的伤吗 她说也不方便 我想说能帮一把试一把 对吧 谢了 那书呢 那书呢 那书给您放车上了 行吧 您就是 要跟莫菲去约会吧 谁啊 就我看人电视剧里演的啊 约会都是拿个花 拿个美酒什么的 你跟她的书太黑色了 你等个屁啊 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可是小猛子的原牌书 是吗 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你觉得不好不重要啊 关键事不过非喜欢 走吧 走吧 来了 我就知道你没有把我忘了 我快饿死了 那 披萨 那要不我帮你打开 好 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啊 好 好 对了 李奇刚才给我发消息说 白礼的事情解决了 真的吗 怎么解决的 你想知道啊 对啊 阿姨喂我吃 跟你开玩笑的 真的是 是李奇的朋友找到了附近的商圈的录像 拍下了他们打人的全过程 所以警察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这么简单啊 那我告诉你 你的这个消息 你作为回报 是不是得帮我一个忙啊 什么忙 你帮我看看 我总觉得套路太多 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是吗 你有没有想过用蜡染和苏绣呢 真的是 你怎么什么都用中国元素来解决的呀 能不能认真考虑一下 我认真想过 而且我自己也试过 出来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可是一次放两个元素会不会太多呢 毕竟我要做的是洗手中 我觉得只要尺度把握好了 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我之前回作业的时候呢 用这种方式做了一个书页 安德烈当时就说 没想到这两个元素融合起来 效果会是这样 别人也都说出来的效果很好 所以应该可行 而且你现在最重要的 应该是画龙点睛 而不是中国元素 这样的话 你的老板也不会觉得太突兀 你没有帮助 你没有帮助 老板和老板 别我 不 一个人 那么大的 来啦 刚洗澡呢 就把门给锁了 你怎么送外卖 通这么久啊去隔壁 唐总 你怎么来啦 莫菲呢 她 好 你有朋友来啊 我刚好要回去帮你开门 明轩 你别误会我只是来给她送个披萨而已 明轩 我们在一块儿吃披萨呢 要不要一起啊 你这么把还吃披萨呢 不用了 你们俩慢慢吃 明轩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 不是你干 我这样就生气了 不是你放开 你觉得干什么呀 你讲好了是吗 没有 我就是 方笑语你太过分了吧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凶 恭喜你提前煞情的 我举起背景的角色 东角西 全给我 假如你要我陪你说 为什么你也认为 你真心的带想 好 你好 先生 我就是秘密的 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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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打扰 你的人生 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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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你俩又吵架了 这事不能怪唐总 我要是换做他 看见你从风向于令五走出来 我不止生气 我还要跟你分手 这么严重吗 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 穆菲 你得要多替对方考虑一下 我替他考虑了呀 而且刚刚我本来想跟他解释的 可他听都不听你就走了 行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唐总在国内 你想回国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你回国了 发现他青梅竹马那个女的 跟他在一起 你生气吗 好吧 确实 给我 给我生气 这不就得了吗 还好人家唐先生啊 是有教养的人 要是换成成阳 不早给他打过去了 莫菲这个事情啊 确实做得不太对 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你和晨阳 就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吗 我跟晨阳 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我跟他都需要空间冷静一下 我还是这句话 一定要好好地替对方着想 珍惜身边的人 不顺着手 太厚了 晚上好 我 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 科普一个小知识 他说 虎晶是非常有爱的动物 他们一旦吵架呢 就会在三分钟之内和好 要是人能像胡晶一样就好了 中吵过后很快就能和好 今天晚上的事情是我做错了 我们能不能和好啊 春天 的 咱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好 唐总 欢迎 欢迎您的到来 请坐